关注何医生健康不挂科 大家好我是何医生 大家都知道如果是有糖尿病 要多吃蔬菜 多吃水果 但是你知道吗 有五种蔬菜 它的升糖的速度一点都不慢 那今天就跟大家揭秘 这五种升糖速度快的蔬菜 那吃了之后呢 血糖飙升 血糖高 并发症也就来了 所以糖尿病的人群一定要少吃 那这个血糖生成指数 它又叫GI值 指的是一个食物 它升血糖的速度的快慢 那如果平时我们 一个食物它的GI值达到了70 那么提示它是一个 升糖速度比较快的一个食物 那如果是吃了一个 升糖指数快的食物 那么到了身体之后呢 血糖会快速升高 那你的胰腺就要分泌 更多的这种胰岛素来降低血糖 所以说呢 如果是你有糖尿病 那么这些高GI值的食物啊 尽量就是要少吃一些了 那么第一种 蔬菜就是马铃薯 那马铃薯的GI值 其实不高 但是这个不高 是因为它生的马铃薯 那么我们把马铃薯弄熟了 把它蒸熟了 它的GI值就达到65 煮熟了一般是66.2 虽然没有超过70 但是糖尿病的人群啊 也不能吃太多 而且呢 不同的烹饪方法 这个GI值啊 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马铃薯 我们做成这种马铃薯泥 土豆泥 那么它的GI值啊 就是73了 那么如果是用微波炉 去烤马铃薯 达到这个82 那如果我们吃烧烤的马铃薯 去吃这个烧烤的马铃薯 它的GI值就达到了85 所以我们平时 这个土豆啊 不能 能不能吃 可以吃 但是这个马铃薯 尽量是要吃煮的 或者炒的 尽量要少吃这种 微波炉烤的 或者烧烤的马铃薯 还有就是土豆泥 所以呢 这些喷 这三种烹饪方法 它的GI值就有点高了 这种时候要尽量不吃 或者尽量少吃 那么大家知道了 糖尿病要少吃马铃薯之后 其实还不够 那接下来的这一个蔬菜 也一样要少吃 而且呢 很容易就被大家忽略 那么第二个食物 第二个蔬菜就是南瓜 南瓜的GI达到了75 所以说南瓜 它是实际于一种高GI值的食物 而且南瓜里面 有糖 有淀粉 曾经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内分泌科的徐延成教授 他就对数十位的 这种糖尿病的人群 做了实验 那么结果发现呢 他们吃南瓜以后 他不吃其他东西 血糖要比吃南瓜前 要增加一到两个毫模 每升 毫模每升 所以如果是你吃过多的 这种食物之后 南瓜之后 你就会发现 在餐后两小时的血糖 它的波动的幅度会比较大 那波动幅度大 那么你的一线 就要干更多的活 所以说 这个对于糖尿病来讲 是不利的 那么南瓜 以后尽量 还是不要多吃的 糖尿病的人群 那么第三种蔬菜呢 就是胡萝卜 胡萝卜 你别看它没那么甜 但是它的GI值 大约是71 还是挺高的 所以胡萝卜呢 也是不要吃太多 那第四个蔬菜呢 就是甜菜 那甜菜本身还有大量的这种糖分 它平时我们吃这个白砂糖 就是用很多时候是用这种甜菜去榨取的 所以说这个甜菜啊 虽然它的GI值是64 但是尽量别吃太多 那接下来呢 讲第五个 那这个呢 也是非常非常容易啊 被大家忽略的 那就是红薯 那红薯啊 它本身的GI值不算高 只有大约54 甚至呢 还是一种低GI值的食物 但是呢 这个 我们说把红薯啊 把它煮熟了 弄熟了 蒸熟了 那么它的GI值就达到76了 就属于一种高GI值的食物了 特别是烤红薯 特别的甜 它的GI值达到了87 所以说我们这个煮的真的啊 这些红薯还是热的啊 还有烤红薯 那如果是有糖尿病的话 就尽量不吃 但是呢 如果是你真的或者煮的这个一个红薯 我们把它啊 放凉以后 放到常温以后 它的升糖的速度啊 又会变得比较慢了 又达到55左右了啊 它就不算特别高了 所以说我们吃红薯尽量呢 就煮熟之后 放凉了再吃啊 如果是你的胃肠或者消化能力比较差的啊 不是特别好的这种情况下 就尽量不要吃太多了 要不然的话容易啊 干嘛反酸啊 肚子胀 所以啊 这五种食物啊 你记住哪五种食物了吗 啊 我们再回顾一下 首先就是马铃薯 主要是指马铃薯泥了 土豆泥 还有就是烤马铃薯 还有就是烧烤的马铃薯 那第二个南瓜 第三个胡萝卜 第四个甜菜 那第五个啊 最后一个就是红薯啊 特别是烤红薯 或者说还是很烫的很热的这种红薯 它的GI值还是比较高的 那么如果平时有糖尿病啊 有血糖高 那多吃哪些食物啊 我们就多吃哪些可以吃的呢 啊 就是GI值比较低的呢 那么第一个就是粮食类的 像米饭馒头这种啊 我们尽量就要少吃 我们可以加一些粗粮进去 啊 比如说这些啊 糙米啊啊 其他的黑米啊等等 把这些粗粮加进去 那么它的GI值啊 就比较低了 所以我们尽量把它做成这种啊 污泊头啊 或者说粗粮馒头啊 尽量就不要去喝粥啊 不要煮的太长时间 这个白粥越越颠稠 它的升糖指数就越高 这是因为大米啊 经过长时间的熬制 熬煮 原本大米里面的这种很多的淀粉 煮成粥以后啊 淀粉啊非常容易吸收 而糖尿病患者的 这种胰岛β细胞的功能比较差 反应比较满 所以喝白米粥啊 血糖啊非常容易就出现这种飙升 所以尽量就吃这种干的 别吃稀的 干的也好 我们也要把粗粮夹进去 那么第二个食物呢 就是豆类 那么这种大部分的豆类 它的都是低GI值的食物 吃起来对于血糖的影响啊 不是特别的快啊 都算是比较好的 那么而且豆类还有非常丰富的 这些膳食纤维啊 丰富的优质蛋白啊 这样对于我们这种高血糖的 人群啊是特别合适的 那么第三个食物就是绿叶蔬菜了 那绿叶蔬菜通常它的 这种GI值都不会特别高 它通常都是很低的啊 甚至低于食物以下 所以适合吃 第四个呢就是奶了啊 奶啊 这一个包括就是受热 它的GI值都不是特别高啊 所以呢如果血糖高的这一类人群啊 吃这些啊优质的啊 这些补充一下蛋白 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方法 那么以上就是五种啊 这种呃呃 刚刚讲的有五类啊 蔬菜它的GI值非常的高 要尽量少吃 还有就是有四类相对比较适合 糖尿病人群的食物 好的那今天就跟大家聊这些内容 如果大家觉得视频有帮助 欢迎给我一个点赞 大家的点赞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那么同时呢也希望大家把视频转发给自己的亲朋好友 让大家都一起去学会 就是糖尿病人群啊 哪五种蔬菜是不能吃 哪四种类型的食物是特别合适的啊 也希望大家亲朋好友都能学会这些健康知识 那么你有其他想了解的话题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区告诉我 下一期就讲你想听的内容 关注回忆车 健康博客 我们下期再见